通識科要保留,批判思維你要有 暑假話這麼快就過,開學啦開學啦 當然要講一些跟你們有關的事 最近通識科又再野起爭野 又有人說通識不用裂做必修科 這些時候當然要找個通識名師出來評分 我們說傳統香港行一個所謂精英制的教育 不斷塞了很多東西到學生腦裏 甚至當年的A-level被譽為世界上第二個最難的大學入學士 這種填鴨色的教育培育了很多高分低能 就是說很多當時的學生習慣了背marking scheme 背試題、背答案 根本自己沒有什麼獨立的思考能力 上都大學,不少professor都說他們難教 出到社會就不用說了 很多老闆都覺得這班大學生沒有獨立處事能力和分析能力 於是學制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 334的出現也令通識科成為中英數以外的必修科 推行了四年,成效又怎樣呢? 0910年的時候剛剛有通識科開中四的時候 學生對世界的理解或者對很多問題的理解其實還是很弱的 但是起碼對學生對世界對香港的個人成長 現在他們想法比以前是進步了 我們都看到學生現在他們懂得從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向度、分析相同的議題 通識科的六個範囚確實令學生的眼階闊了不少 當其實都如有不足 我們的課程其實都頗寬 還有六個單元,很多學校是很難掌握的 而且每個老師的評分標準都不同 令不少學生都覺得 雖然求學最終都是求分數 不過通識科對學生的時事觀和世界觀都有正面的影響 非常不是一件好事